近100公斤的郑心仪,宣称不再减肥,没想到此前一张超瘦照片竟让无数男人心动。 郑心仪,香港女歌手,演员,香港着名电视剧演员郑少秋和已顾着名电视节目主持沈殿侠所生的女儿。 1987年出生的他如今已经有30岁,2010年参演曾志伟导演执导的电影《72家租客进军影坛》。 2012年,郑心仪在2015年度赤诈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中获得赤诈乐坛胜利军同奖。 当今的娱乐界,颜值当道,而这颜值的规范当中,除脸以外,并有身体,特别是长腿和细腰等。 为此许多女星都挑选用林林总总的方法保管本人的颜值,但郑心仪却是个例外,随着视野的红火,她的体重也一路狂飙。 也许是视野传了母亲的基因,郑心仪现在的体重已经高达90公斤了,她还宣称今后自己不会再去减肥。 还记得郑心仪的母亲沈殿霞在逝世之前,曾经请求过郑心仪,让她减肥,她也确实做到了。 从100公斤减到54公斤,这段经历对其他人来说可谓励志。 现在的她,浑身坠肉可以说快撑抱她的衣服,这是郑心仪此前并不是很胖的时候。 如果她能保持住这样的身材,可以说羡煞旁人,让很多男人心动。 这是她更早前的照片,身材娇小很是美丽,这样的她将会是很多男人心目中的女神。